《非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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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樣的東西 這裡有籤竹 這裡沒有籤竹 初學的時候 我們可以不要用籤竹 我们加上泥条的时候 再教你怎么做 做这个 搓那个泥条 那你这里边 就稍微拍一下 把它拍一下 这个湿度还可以动一下 这个叫皮革化 开始在皮革化 有点硬度 这个时候比较容易 比较不会破 到这个完全干的时候 稍微碰一下 它就碎掉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 还可以敲一下 如果你这个拿来敲一下 它就马上碎给你看 出鞋的时候 这个把它变成一个凹洞就好了 我们再拿一个给你看一下 刚才有一个 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学生 这是一个化果的 化果小姐叫一个台湾人的 Coding做的 她就学到这个程度 她做的是 拍下来 她就不做这个圈组 她做好是这个造型 你看每一个人做的 个性都在这里头 我做的就不是这个造型 所以这个很好玩 你看她做的 捏了还不够 这个还不够好 还没完成 第一步做到这个程度就好了 圈竹我们在做第二步的 这个圈泥法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 我们再教你怎么连接 那你就可以 这里戳一个泥条 你就可以连接好 怎么连接我们就可以教你 但是我先示范一下好了 这事前之后准备好了 这个泥条 那搓泥 我现在暂时不讲 这个泥条呢 中间才断的这个可以用 前面这个一定要去掉 这里可能会包空气 所以你切一个斜面 那你把它转过来 这个斜面跟这个斜面 那你一样要切出这个斜面 把它连接过来 好 弄一点泥浆 在这里 厨造面 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 这个湿度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连 太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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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差不多这样的湿度来连 它会刚刚好 但是这个很湿 这个很干 所以这边你要再弄厨造面 这个要用刮的这个东西 来把它刮一下 发个粗糙面 你要连接的这个点 你要注意哦 不要连接到太里头来 如果连接到这里头来的话 建筑物的斜撑 为什么要那个斜撑 就是物理性的问题 力学的问题 那陶瓷的时候 还有伤层的这个热力学的问题 所以你的斜撑不能超过30度 你如果超过太多的话 你看在这个地方刚刚好 它的斜撑整个力量都到这边来 你如果到这里头 内侧来的时候 这个重量它会垮掉 它烧到高温的时候 整体是软的 整个泥土是软的 所以你要预留 预留那个角度 让整个重量 整个重量掉到这个 放在这个平面上面来 这个一样 好 现在稍微小一点 我们可以往外拨过来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连放上去是这个感觉 我稍微抬高一下 然后在各位的视觉里头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这样的一个呈现出来 是这样子 这样子还没有接好 我们再拿下来 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用这一个刮板 把这个面 把这个面 跟下面连结在一起 把这个面连结在一起 把这个面连结在一起 所以没有办法挤了 挤不得的 慢慢做 把中央挂一圈了 再来呢 我们再压这里 这里 这里 然后整体再把它压一下 压紧一下 这个时候呢 顺手 利用你手指尖这个弧度 把多余的泥土刮起来 顺便整平 刮起来 顺便整平 这个动作 可以节省你以后再修胚的一些动作 一样 用手指尖这个地方 把它刮起来 多余的泥土刮起来 顺便把这个周围把它整平 多余的泥土拿起来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再来一个动作 翻过来 稍微 稍微把它往下 往下 敲两下就好 让它整个面 都接触到这个 底部 这样它才能够完整 那这样一件作品 OK的 然后素杀出来是什么样子 我们再拿给你看 你就知道 土胚 做好 然后半干 快干的时候是这样子 完全干 是这样子 然后素杀出来的颜色 我们可以看一下 来 哦 这个是为了这一次做的 团泥法 教学的 是塑造好的 然后这个 同样我们就看 这个是没有结底的 这个是有结底的 然后落款 没有 我很清楚了 团泥 团泥法的落款 好 那这个团泥法 我们就教到这里 那下一堂课 我们就要教这个 圈泥法 那圈泥法 还有反复跟团泥法 综合应用 我们都要稍微待一下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